- 大家好,我是喜劣球 - 现在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周五 - 等一下要去吃一个早午餐的店 - 是刚刚萱宝贝她用IG找到的一个早午餐的店 -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学艺一点,学艺去拍个小影片 - 我刚刚骑车经过了一下 - 这个学艺找的一个早午餐店 - 其实有点网美啊 - 完美打卡圣地来招的 - 今天就顺便进入一下吧 - 那我们就直接GoGo - 开门啊 - 哎呦,哎呦,你怎么把人家饮料机柜台那个拆了 - 耶嘿,各位,我们现在顺利进来了 -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的菜单 - 还是一颗蛋呢 - 这边环境好凉啊 - 这个环境的配色我是都蛮喜欢的 - 以蛋为主题的一个早午餐店 -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菜单吧 - 法式吐司方块 - 王美打卡丁 - 其实很注重就是方块吐司 - 菠萝面包,然后还有吐司 - 还有一些小点心 - 它这边菜单也太多种类了吧 - 你看还有汉堡包啊 - 哇,意大利面也有啊 - 里长白料理 - 感觉好像很不错哦 - 它这边普通的价位都蛮平价的啦 - 如果是那种套餐啊 - 面饭食大概都是100多块很便宜 - 然后那种吐司啊 - 五十上下不等这样子 - 好啦,我们先点餐咯 - 我们的第一个餐点来啦 - 超级香 - 闻起来有一种那种很新鲜 - 跟磨砂汉堡闻起来很像 - 它这个名字是叫做 - 酥比乳酪菠萝面包75元 - 各位看一下 - 它做这一份餐点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制作 - 我稍微等了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- 然后我们看一下 - 哇塞,蜗菊番茄 - 还有很厚实的一个蛋蛋 - 而且它这个菠萝面包烤的应该算是有点 - 酥雀的感觉 - 我觉得等一下品尝下去的话应该不错 - 它是综合起司口味的千层蛋饼 - 四十五块钱 - 反正目前我们现在外观看起来呢 - 哇,这个蛋饼外面的焦焦 - 我最喜欢焦焦了 - 然后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厚实 - 这是我的黑糖牛奶 - 它是温的 - 是七十五块钱 - 唉,我怎么这么有魅力 - 你说是不是 - 你要点头啊 - 你要点头啊 - 对 - 对 - 好,目前高富这家店呢 - 就有个小妹妹 - 她很紧张,看到我就很紧张 -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有魅力 - 还是我太瘦还是怎样 - 反正呢 - 这个应该是她招待的 - 很可爱耶 - 然后这边还有一杯饮料是我的 - 超Q - 它上面还有我的名字耶,超帅的 - 你们看,满满的一个艳形啊 - 超级多 - 这个吐司就是附赠给我的啊 - 天哪,感觉有点妈妈的味道 - 哦,这个饮料真的是让我心慌怒放啊 - 外面还有我的CH5 - 我看到我名字整个都不得了 - 接着呢,这个是我们另外单点的一个吐司 - 它叫做 - 哇,怎么那么烫啊 - 这样一份的话是40块钱 - 我们来吃蛋饼咯 - 它整个很脆 - 超脆,你看它的起司 - 它的蛋跟起司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- 超棒的 - 那下一个的话我们就来吃 - 这个菠萝麵包 - 它的面包其实很松软 - 我原本以为啊,那个酥饼吃起来很油腻 - 它两个里面的料融为一起的 - 所以它的油腻感会比较没有那么多 - 然后接下来就是很漂亮的 - 它的茶香味好香喔 - 而且它不会有色味 - 还不错 - 下一个呢,我们就来吃 - 黑糖暖鸡骨酥 - 它里面那一层很脆 - 而且满满都是黑糖的味道 - 它里面有一小颗一小颗的暖鸡 - 它要吃喔 - 虽然这不是送我的 - 但是过来是先帮你吃一口啦 - 这是它附着的 - 正正的 - 哇塞 - 蛋液爆浆啦 - 它的蛋汁融合在图室里面 - 超级好吃 - 大致上都吃完也喝过啦 - 那我觉得其实都蛮好吃的 - 终于等萱讲完食皮可以开动了 - 我真的笑起来这杯饮料很久了 - 喝起来蛮清爽舒服 - 今天宣非常的棒喔 - 今天宣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诗评 - 目前啊,有眼睛看就知道很好吃的 - 所以呢,这家店如果也有人想要来的话 - 片尾都会放地址 - 然后也谢谢这家店的一个小妹妹 - 招待我一个可爱的吐司 - 感觉非常的幸福温暖的感觉 - 我们这一桌啊 - 头头只花了295元 - 超级便宜的啦 - 可是我觉得这边份量也不够薛吃 - 我觉得都会被薛吃光 - 我可能只能吃这个半边吐司 - 剩下都要留给他了 - 那今天的影片就会到这边啦 - 喜欢影片还喜欢 - 不喜欢还不喜欢 - 要起跑对我 - 我是谢HU - 我每天5点都会发布影片 - 大家我们 - 巴巴溜 - 完整的地方 - 松买 - 继续 - 登山 - 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